Hello各位好,本期视频是Sally Face的最后一张 也是这个游戏最为神奇的一张 你将看到的是史上画风最多的恐怖游戏 当然游戏的细节非常之多 如果大家对这款游戏感兴趣 也可以在Steam上亲自购买尝试一下 最近卡克风暴APP推出Steam平台点卡限时折扣活动 现在充值Steam可享受8.5折全网最低价优惠 注册会员之后搜索Steam跳转到充值界面 即可享受限时充值福利 好机会不容错过 上一期视频 Ashley在萨尔的墓碑旁边放了三个神秘追行物 接下来她继续对着面具讲述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Ashley之前去树屋找过Larry了 她也告诉了Larry关于追行物的事情 结合托德的情报分析 这三个追行物可以召来邪教的灭亡 而萨尔就是那个可以阻止邪教的人 因为灵魂不能离开死亡现场 Larry请求Ashley烧掉树屋 但Ashley担心烧掉树屋之后获得的不是自由 而是去了黑暗空间怎么办 Larry认为与其被困在这里受折磨 还不如赌一把 于是Ashley只能答应了Larry的请求 但遗憾的是Larry的鬼魂并没有获得自由 而是消失不见了 Ashley因为自己犯了这么多错误而感到自责 今天早上尼尔和Chag的老婆都被挟持了 Ashley真的带上了炸药 独自来到了教堂的神殿 这里一共有四个需要安装炸药的地点 安装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地牢 发现尼尔和Chag的老婆Maple都被关在这里 但是地牢钥匙在一个守卫的身上 想拿到非常危险 即使拿到了他们俩也带不走现在的Maple 尼尔想让Ashley直接炸掉教堂 但Ashley根本不忍心这么做 两人纠结的时候被一个教徒发现了 这个教徒不是别人 而是之前我们见过的小流氓崔维斯 其实之前在第三章校园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厕所里面发现崔维斯的秘密 崔维斯并不是真正的内心很坏 他和托德一样是一个同性恋 但是他的爸爸是个传教士 所以在崔维斯受到的教育里 同性恋是令人伪有心的 但是萨尔在厕所里安慰了崔维斯 其实同性恋只是人正常的一部分 并且萨尔表示非常愿意和崔维斯做朋友 只不过这个崔维斯也是一个大血的傲娇 Ashley在遇到崔维斯之后 希望他能帮忙救人 大家一起逃走 但是崔维斯拒绝了 因为现在情况不允许这么做 他只能让Ashley自己逃走 这才是唯一的方法 最终Ashley被崔维斯强行带出去了 因为朋友还在神殿里 所以Ashley也没忍心炸掉神殿 现在Ashley也只能到萨尔的坟墓前 倾诉所发生的这一切 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另一边 萨尔的意识还存在着 只是他的灵魂已经支离破碎了 在这里可以听到光明和黑暗两种声音 大家可以看看他们互相说的话 我感觉就是两个说相声的人在互相抬杠 在这个虚无的地方 往右走可以看到一个虚无的房子 当然往左走也会看到这个房子 这充分说明了虚空是原型的 在房间的二层有一个神奇的物种 这位就是Larry的爸爸吉姆强森 他果然已经不再是普通人类了 而是进化成了现在这个超脱世俗的样子 Larry的爸爸以前也是个工程师 地上这堆东西可能是他在虚空里搞的发明 吉姆强森说萨尔可以阻止邪教 萨尔先说自己不是命中注定的英雄 他认为自己谁都救不了 但是吉姆强森告诉他 没有命中注定的英雄 只有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正义 只要萨尔愿意 他就会帮助萨尔 现在萨尔的灵魂已经粉碎了 这恰恰唤醒了萨尔体内潜藏的非凡能力 主角现在可以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穿梭了 之前Ashley带来的追行物 其实就是吉姆强森制作的 名字叫做阿西提马脚追 这个阿草尼马脚追是什么鬼 好吧原来是主角听错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平行世界 解谜收集脚追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Ashley 在现实世界产生联系 接下来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的画风会变得多么的神奇 从这些带有数字的门进去 就可以穿越了 二号门进去之后 首先会有一段萨尔的记忆 这一段是萨尔搬家之前 得到了吉姆的情景 接下来画风突变 这个地方就是萨尔五年后居住的地方 只不过变成了幼儿节目版 可爱画风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我们只需要来到二楼 就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 阿草尼马脚追 萨尔拿到脚追之后 现实世界的Ashley突然惊醒了 他似乎感应到了 萨尔在另一个世界的行动 于是再次来到墓碑前 果然看到萨尔的灵魂已经出现 不过怎么是个骷髅啊 看来牵连还不够 我们要操控Ashley 把脚追按照托德的笔记来解谜 成功之后 萨尔就会恢复一点血肉 另一头萨尔现在要进入第三闪门了 进入之后可以看到萨尔的爸爸 带着萨尔开车的场景 这时候萨尔刚刚出院不久 但是他的妈妈已经死了 萨尔此时还不敢相信 萨尔提到了一个戴狗头面具的人 但是他的爸爸也不相信他 他挑了一个粉色的面具 希望戴上了妈妈还会认得他 接下来是一个学动画 三年的朋友制作的游戏场景 这游戏怎么突然就变成3D游戏了 就这个画质如果放在别的视频里就变成沙雕游戏吐槽了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我们需要解开三根柱子的谜题 让柱子从地面下钻出来 之后再转动转盘就可以获得第二个脚追了 这样现实世界的萨尔灵魂甚至可以说话了 当Ashley激活了第二个脚追 萨尔就会长出头发和皮肤 但是衣服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另一个世界的萨尔现在可以进入第四个门 进入之前可以看一下彩蛋 从第四个门一直往右走 可以来到第五个门 虽然现在是进不去的 不过可以提前给大家看看 彩蛋房间里面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剧情 原来萨尔的脸并不是被狗咬伤的 而是被一个狗头人拿枪打的 萨尔的妈妈为了保护他而牺牲了 这个狗头很有可能就是邪教中人 有可能知道了萨尔是被预言选中的孩子 就来杀害他 接下来回到第四门门 第四门门里的剧情是萨尔的妈妈送他上学的场景 这个平行世界的画风是不是有点像饥荒的画风 现在萨尔的位置处于温迪哥湖旁边的山洞 在山洞里面可以遇到一个人 泰纳贵尔 这个贵尔家族在之前的文件里可以看到 是和创建邪教有关系的 往山洞里面走可以看到机关 仍然是转动解谜就可以获得第三个脚锥了 然后Ashley也可以激活第三个脚锥 但是萨尔并没有按照想象中的复活 而是身上开始发电并且还很痛 Ashley再次感到很自责 突然间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臂 接着天空一声巨响 开始渡劫 哎呀 不对 好像躺了 而在另一边平行世界的萨尔 开始回忆起了三位好朋友的点点滴滴 虽然Ashley做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萨尔一直很感激Ashley对她的支持 仪式来到了最后一步 倒下的Ashley突然醒了 原来这个仪式激活了萨尔潜藏的力量 虽然她回不来了 但是萨尔可以把Ashley的左手变成奇林弊 成为Ashley在黑暗中的剑 Larry曾经也是萨尔在黑暗中的眼 看来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这下Ashley就可以来到教堂了 只不过教堂中间的门进不去 我们需要用萨尔的形态来解谜打开这扇门 开门之后 萨尔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画风 这是定格动画版的萨尔吗 虽然看上去确实主角有点丑 不过实在是太有创意了 在这里还有一份关于侍神者的文件 大概讲述的是公寓房东艾迪森 变成绿祥Boss的原因和过程 保险柜里还有一份文件 是吉姆强森离开Larry姆子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阻止邪教 大家感兴趣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在这里解谜成功之后 Ashley就可以来到中殿了 邪教正在举行仪式 托德就在人群的中间 首先我们要操控Ashley和这些邪教徒战斗 基本上一拳一个小朋友 在萨尔的视角里 可以看到这些人全都被俯视了 正当萨尔准备解救托德的时候 另一个人出现了 他就是从树屋消失的Larry Larry已经长成了一个长胡子大叔 原来树屋被烧毁之后 Larry在虚空迷失了 从此在虚空待了很久的时间 看来这就是相对论 不然为什么萨尔的灵魂还这么年轻 Larry应该就是从萨尔之前遇到的虚空 找到路出来的 还给萨尔带来了他的通灵吉他 于是现在三人一同展开了 同邪教组织的战斗 Larry使用亡灵石击败红眼鬼影 Ashley则在现实中对付邪教首领 这个邪教首领就是崔维斯的传教师爸爸 关键时刻 崔维斯大意灭亲 一箭把他跌捅到下水道里去了 萨尔则在游戏世界里变成了不同的画风 利用自己的吉他打败敌人 虽然我也不知道在打什么 比如这两个菜叶子 打完菜叶子还有黏土动画 一个牛油果爆炸了 海应说是造物主在我腹中腐坏 世神者让萨尔加入他 从而变成终极形态 Daga 于是牛油果又长回去了 还有饥荒状态下的萨尔对着绿祥怪物弹吉他 让你欣赏一下蔡菜子的美妙音乐 哇靠 这次在往哪里掉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从天而降的吉他弹法 总而言之 萨尔这个万能的吉他把邪教的敌人给弹爆了 最终三个人一起制服了所谓的世神者 教堂被摧毁了 托德也被救了出来 Larry的鬼魂也见到两人 虽然他们都很想念对方 但是话还没说几句 Larry又消失了 大概以后在虚无的另一方还会见到他吧 虽然阻止了无尽尊者的崛起 但是暗影侵略还是毁灭了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托德恢复之后 暗影仍然在他的体内 看来只能和这股力量共处了 萨尔从此穿越到各种时空去修复被暗影造成的破坏 只有Larry从此就联系不上了 怎么小天使Larry就这么惨呢 那么好的 这就是Sally Face这款游戏的结局了 有玩家认为这个结局烂尾 因为感觉游戏越扯越远了 相比于游戏第一章的内容 从一起普通的谋杀案 愣是发展到可以穿越各种平行世界的神异般的存在 游戏的细节其实非常多 展现的最多的是关于友情的羁绊 核心主题是通过四人的友情击败一切困难 最终揭晓真相 打败黑暗 明显友情这个主题已经贯穿了整个游戏 这样看来游戏其实也不算烂尾 而且第五章的各种画风设计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平行世界的画风展示也很有创意 最后再推荐一下卡克风暴APP 这是一款专门服务于海外华人华侨的带充平台 充值方式多功能多福利多 无论你身处何处 只需一个软件轻松解决各种游戏充值问题 赶快下载来试试看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